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影響力 我是Kenny 我是Homming Gray 巴仔 我們今天是新年 今年我們想分享2020年的 一張狀眼的 令人期待的冷顯 也有很多部 我們精選了幾部 演繹篇 Hally Queen的Solo電影 Bird of Grey 其他幾間公司 剛好今年也是一次出女英雄 我望一向以來都很缺乏 今年有三部 都是女英雄、女超人的Solo電影 Marvel有Black Widow DC有Wonder Woman 以及小臭女 是一個什麼現象呢 是否Adventure 過後 到了一個轉接 過後 他們將會如何發展 是否大家都在尋找一個新的路向 或者很多人用尖角 是 用尖角或者黑暗一點的角色 全部都是向Adventure 意外的方向 在那裡走 那你看到這部 Trailer 你覺得如何 這部 他 我看過Trailer 剛剛是 我看完主歌 沒多久 小丑之後 做小丑女 那 覺得不得意 DC好像已經摸到一條 他要走的路 就是走斜道 因為之前的Sorcii Squad 觀眾對待期望很高 很高的 但出來效果沒有他們預先高 所以會直接影響 那個好一片這個 可能會影響 但是我 Sorcii Squad 有派DAD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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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後悲一般 但是 裡面 就是這個招數都特別亮眼而已 那之後呢 到Dixie和Pixel 即是Pixel的動畫 有兩部啦 一部是Onboard 還有一部是Sor 其實我個人比較期待的是Sor Sor 因為 最重要是他的導演 就是那個Up 跟那個Inside Out的導演 哦 OK 他之前拍的每一部都沒有失敗過 都是口碑非常非常好 對對對 而且 我覺得就是他承起了Pixel主要的精神 對 你所謂的主要的精神 就是原創的精神 這個時候他的故事 其實就很 比較簡單啦 他就是有一個 音樂老師 他就有一天 他因為一場意外 他原本 他有個夢想 是要 當一個爵士樂的表演家 然後 終於有一天 他的願望要實現了 他得到那個錄取的通知書了 但是他就走在路上的時候 就突然掉進一個洞裡面 所以他就靈魂出竅了 啊 然後他靈魂出竅 他就去到一個地方 就這個地方叫做U Seminar 嗯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 靈魂的投胎的訓練營 啊 那些靈魂同樣要投胎之前 他們要在這邊接受訓練 然後要培養你對 你想要成為一個 投胎的熱情 所以這個故事的舞台就是 在那個 主要是在那個地方 他裡面有一個角色 他叫22 嗯 這個角色呢 他就是對投胎一點熱情都沒有的 他完全不想投胎 他就要跟這個人 他就要想辦法叫這個人幫他 哦 他回到他的身體 他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哦 哦 是啊 就是這樣的點 根本想像不到 你為什麼會 這個是 這樣聽起來好像 有些說到生命和夢想 對呀 這個電影剛剛宣布的時候 他就是有講 他是探討生命的 嗯 他有強調 那Onward呢 Onward 它就是一個 我們可以想像 它是一個有魔法的世界 但是這個魔法的世界 它也是跟我們一樣 就是 科技取代了魔法 對對對 結果它的魔法就被遺忘了 其實這一部Onward是比較大路 就是比較商業路線的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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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平時最近好像都會做一種 就是我會有一部比較商業去向一點的 對對對 然後再有一部是比較便宜一點 嗯 接錄你就是阿發仔很推薦的啦 A Quiet Place 第二集 我沒有啦 其實我不是很特別推薦 因為我 我是好奇他怎麼拍第二集的 呃 呃 呃 因為第一集的結尾 他們已經知道怎樣 對付那些怪物 他的故事那個 主 主 主幹線是 新鮮的 呃 就是不能出身 對 你的敵人是靠神明來 來追 來攻擊你 但是第一集的確是有很多 呃 影廳 會很多吐槽啦 好像他們 你去到瀑布 你就不用 不擔心了 你可以講 喔 為什麼我們搬去瀑布租咧 這樣子的 然後他們只要去 這個問題的時候 難免會有出現一些 不 我覺得第一集有這種小問題 有這種問題 他的氣氛做得好 嗯 我現在第二集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會更新他的 怪物 之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的露餅 的戲啦 這個你應該沒有什麼情意 就是James Bond 他說有 你有情意嗎 Danny O'Krake 我喜歡Danny O'Krake 你喜歡Danny O'Krake 你喜歡Danny O'Krake 然後這部呢 其實是 接 上一集的故事 因為 James Bond 其實一直以來都很少說 有 對 就是 對 這集 期待的原因是 因為 他說 他是 最後的一集 就是 Danny O'Krake 他自己的 這部都是 就是 踩個Tray 都OK啦 就是保持水準 一罐 James Bond 的路線 因為我覺得他們 那時候 他們 叫Danny O'Krake 演 是一個 是一個突破 嗯 但是那個突破 你現在想回去 他同樣還是英文 他眼睛還是藍色 對 除了樣子沒有這樣 Langzai之外 他是符合 符合現代的要求 就是 不Langzai 他是一個 特種部隊出身 所以他的 那種 殘忍 那種 Gabji 是可以 是很符合的 我們那時候的觀點 好 黃明來講一講 你最喜歡的 Black Widow 有沒有到我最喜歡的 蛤 你不是 但是他就是 瑪窩的下一部電影 這一部就是講 Black Widow 但是他的故事 是放在 那個 C-Way War之後 所以他還沒有死 然後他其實是講 他在 Adventures 的事件發生之前 他去做了一個 秘密任務 他的故事中心 就在那邊 然後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這一部應該也會 扯出一個 新的Black Widow 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 妹妹 他的姐姐 不是他妹妹是 他當時跟他一起 訓練的一番 特工的其中一個 我一直以為他 拍他 Black Widow 的 外 的電影 我以為他 會講那個 Buddha Pass 也會講那個 也會講那個 他肯定也會提到 那一個事情 這個他已經有暗示了 不過 單看那個 預告片 都很精彩啦 說完Black Widow 就是 Wonder Woman 到DC的 Wonder Woman 所以 都是單看那個 預告片 應該是說 1980年代 但是看那個 預告 就沒有 沒有Black Widow 那麼精彩啦 就是說 在動作場面上 我看到 Black Widow 是比較 成為一籌 Mavu's的強行 來的 動作啊 設計啊 怎樣明明這個人 理想有型啊 怎樣做 是Mavu's的強行 來的 很難去挑戰 但是他 Trader裡面 他 不是有螢幕 和那個 應該是那個 尖角 他是 那個 Black Boss 對 他是一個 暴女友 我們叫他 我就選他 做有點 驚訝 因為他 暴露走路 現在是那種 傻大姐 那種 他是搞笑出生的 啊 我不知道 可能 這個角色 怎麼說到 你能看 我覺得這部電影 他要 我最有疑問的 就是那個男主角 是怎樣 哦 是嗎 是嗎 因為水滑走路 是爆炸死的 哈哈 其實死到很徹底 哈哈 說起80年代 我們都有一部80年代的戲 算是重拍 不是重拍 應該是 是蓄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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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80年代很重要的 一個電影之一 你看過蓄姿嗎 我沒有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蓄姿 弄了很多 說回我們 我們 這個蓄姿 當年是影響了我們 他創造了一個很大型的風潮 突然之間 聽起很多人穿空骨褲 對 聽起很多人 戴那隻 Ray-Ban 眼鏡 很多人坐電單車 不戴帽 哈哈 那個女生的髮型 電到這麼弯的長髮 這些 全部是他 闖出來的那個潮流 嗯 還有那首歌 《Take my breath away》 《Take my breath away》 《Tom Bruce》 是因為這部電影 所爆紅的 本來都很紅 都可以啦 他一出道就男主角了 他一出道就男主角了 一個英俊 靠養食物 吃到現在 這部是他的最重要的 其中一部代表作 我沒有想到這部電影太舒適了 我也是覺得 因為導演都去世了嘛 Tommy Scott來的嘛 導演是 我想可能是 就是《Tom Bruce》這一個人 這個演員 這個A級演員 他一向是太商業化 嗯 他過往拍了很多這些 可以不斷延續的IP 是 很成功的電影 他現在 這把年紀 他的價值就是 不斷地拍商業不商業片 而且我覺得 《Tom Bruce》 在《Hollywood》裡面 給我感覺到 是一個很 好像劉華一樣 親力親為 那些很熱血 那樣的年紀 還很有平靜 扭我自己去跳 嘩 又看幾多方式飛下來 都不是完全靠照樣的 是 而且他這部電影 你看他的預告 他很多場都是 都是close up他開飛機的 所以我覺得他自己 都應該又去訓練 他大家分辨 下一部就是 《Ghostbun》 也是 又是 我的情依 我覺得有點奇怪 我一直以為是 以前的演員 演過這部電影 你知道我看到 一位小朋友 我猜不到他這麼快拍回 沒有多久之前 拍了一個女版 那個失敗了 是失败的吗 失败的 因为这个是直接是第三集来的 这个才是标榜的第三集 我看的时候是搞笑片来的 不是搞笑的 是有鬼 戏剧 这一部好像拍到很恐怖片 可能这个只是一个第一个trailer 应该第二个trailer应该有让他们出现 因为他们要看反应 我能想到是可能又要 就很轮准啊 又要去抓鬼啊 对啊 而且他好像有那个被连的女人 对啊 都有出现 都有啊 有点困难啊 我觉得 对啰 我是这样觉得 比较希望他与所有那班旧演员 整班老人就做鬼的 嗯 这不是吧 OK 之后我们接着来讲一部 其实资料都不是很多 大师级的导演 Christopher Lawlen 的新作 是有首Tenant 就是Christopher Lawlen 一贯的做法就是 很保密 对 他在正式 release trailer 之前 他都非常保密 对啊 因为之前这个Tenant的 预告片出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有揣测里面的故事 好像是讲时空穿梭了 但是穿梭只是短短的一分钟里面 OK 那个trailer不是有看到一个 那个男主角 那样回头看那个子弹 他好像讲时空穿梭 是那种查案的 可能是应该这样的 是Inception 的那种风格 还不知道是 总之又是一些 小小科幻的起程片 但是大家都很期待的啦 Christopher Lawlen 通常都不会 星星到真的 其实这个我们是讲到 上半年就是一月到 差不多到七月的 就是今年会上映的 我们比较推荐的电影 之后你们还有什么补充 Agray 正说你讲的那部 你很想讲的 哦 也是另一个大导演 是 叫我表不拍的 那部 Red Side Story 基本上所有的 荷里活的商业片种 他都拍完了 是 而且每一部 都拍得很出色 是 无论火患 工作 经历 爱情 爱情 什么都有 那他还没触碰过 歌舞片 嗯 那这次他也拍过歌舞片 而且是 你知道荷里活每一年 都会有一部 歌舞片的大片 嗯 必须有的 那今年是这部 嗯 但是我又不知道 那部讲什么 我就是 知道你也太少了 所以只可以讲是 歌舞片 Steven Schubert 翻牌 啊 红鸣呢 红鸣呢 今年年尾还有一部 年尾的那一部 是 比较期待的 就是 Denternal 嗯 Denternal 就是Andrea 要给人家教育 主要的那一部 因为 这部的故事其实很不 很少资料 很少资料 嗯 但是你可以 把它想成是 猫的下一个大方向 就是在这一部 地图 哦 所以就是猫的下一个 结果 可以 可以一七个 还是一杂一杂 对 没有 它是一整个种族 一整个外星种族 包括 Tanos 也是这个种族 哦 然后它有讲的是这整个种族的故事 然后这整个种族 它们其实就是 所有 有Super 有Super Power的那种 英雄的 祖先 啊 勇怕 勇怕有没有什么补充吗 有一套我是 蛮期待的 就讲了很久了 那个叫DOOM 哦 对对对 DOOM的电影 DOOM 对 也是 也是 老板 老板 最厉害的 第一集其实 我不是很习惯 但是我喜欢看 这个是第二集来的吗 故事不 它应该是从维度来的 其实第一集的故事 类似讲 它有点像John Carter的 对对 很像John Carter 然后也是讲种族的 那个斗争啊 我是喜欢它的 有那种setting 就是它有一个全沙漠 那店里面最出名的就是 一个很巨大的 好像一个雄雲这样的怪物 那OK啦 那大家今年就 找一下自己心水的点名看一下 OK 拜拜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